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主題是 很多陷阱是看得到的 但是你還是會上當的 我們在說今天的主題之前 先講一段故事 那就是春秋時期秦晉兩國的搖山之戰 這場戰爭可是秦國難得的慘敗 幾乎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大戰開始之前 秦國的大臣 就曾經提示過秦軍的主將 經過搖山的時候 可能會遭遇到禁軍的埋伏 而兵敗於此 但是 秦軍的主將 百里孟明卻不以為意 在解決掉一小部分的禁軍之後 他認為已經沒有服兵了 所以他放行前進了 但 就在部隊往前推進不久之後 前方 卻出現了樹木擋道 那要不是山崩 那就一定是有人埋伏 白里孟明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就叫這士兵 把這擋住路的樹木亂石給搬走 很快的 他們發現了 在這樹木亂石之間 有一面紅色大大的禁國軍旗立在中間 擋住了他們前進的道路 要是你是白里孟明 你要怎麼處理這面軍旗呢 直覺上 當然是把他搬走 加上 這面敵軍的軍旗放在這 怎麼看怎麼看 應該是要把他搬走 或是放倒就對了 但 你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 進軍沒事 要在這放一面大旗呢 要是你沒想過這問題 接下來 白里孟明遭到全軍覆沒的狀況 就很有可能 也發生在我們身上一次 這怎麼說呢 因為 這面大旗呢 就是進軍發動總攻擊的訊號旗啊 進軍主將先陣 早就告訴大家 只要大旗倒下 那就表示 秦軍正在經過這裡 到時候 大家就全軍出動 將秦軍來個瓮中作別 最後 果然秦軍慘遭全軍覆沒 其實生活中也有很多陷阱 我們只要願意多花一點看得出來 卻還是會上當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習慣 別以為我們自己比較聰明 若是沒有習慣獨立思考 查證 或是對於不合邏輯的事情 提出質疑的習慣 一旦遇到問題 通常我們會按照 就有的習慣 或是思維的方式去進行 簡單來說吧 你到賣場 看到優惠的商品 是不是就覺得 這價格 應該是比較便宜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 還有 你覺得補充包裝 或是一般說環保包裝 它的價錢 應該是比較實惠 還是比較貴 更有趣的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許多商品 一次購買大包裝的 它的單價 竟然比小包裝的還貴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因為習慣 當你已經習慣 特價等於便宜 補充包應該比較便宜 一次買多比較便宜 你就不會每次去注意 這樣商人們就可以賣你 又多又貴一點的東西 而你也覺得賺到了 這豈不是雙贏嗎 不只是賣場 媒體資訊的傳遞 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當你打開電視 收取今天重要的訊息 是不是電視上 或是網路上怎麼說 你就怎麼認為了 你會選擇某一些論調 與你理念不同的頻道 去看看他們怎麼說的嗎 或許你會說 一天要知道事情太多了 沒空 反正他們隨便說說 我也姑且聽之 沒多在意 沒錯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了解所有的話題 但跟你有關的話題 可能就必須花點時間了解一下吧 比方說跟你錢包 健康以及安全有關的事情 就拿最近的例子吧 從烏二戰爭到美國正在進行加速升息 這升息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有先進行過評估嗎 還有 升息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目前的說法是 是美國為了壓制美國的通貨膨脹 那美國的通貨膨脹 會影響到我日常的生活嗎 如果有影響 應該怎麼應對呢 你難道沒有覺得 其實這個通貨膨脹 也像是一面看得到的大吉嗎 若是你不仔細想一想 而是想直接跳過它往前走 那很可能 接下來的 就是四面八方而來的金龍怪獸 開始對你展開攻擊 你說是吧 若你有其他想法 也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給大家哦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 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哦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您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